烏克蘭跟俄羅斯的代表團 昨天在俄羅斯進行了第二次的會談 那這次會談在稍早已經結束了 烏克蘭方表示 他們在這次會談裡面達成的唯一一個共識 就是他們雙方同意 要用一個人道走廊來撤離平民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事持續延燒 雙方於台灣時間4日凌晨結束第二輪的談判 同意開闢人道走廊來撤離平民 俄國代表團負責人梅丁斯基更表示 有可能在走廊周邊實施停火 他形容這是重大的進展 不過烏克蘭總統府顧問波多利亞科表示 很不幸的烏方尚未贏得所需要的結果 他也說明雙方可能會 儘快再展開第三輪的和談 好那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在當地的3號也有向普丁喊話了 他就說希望雙方可以進行直接的對話 那他也認為說這是終結戰爭的唯一方式 那同時他也呼籲西方國家 希望可以增加對於烏克蘭的援助 否則波羅的海的三小國 恐怕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據法新社報導 澤倫斯基在3號的記者會上表示 他希望能夠儘快和普丁直接對話 因為這是停止這場戰事的唯一方式 那同時也向普丁喊話說 我們沒有要攻擊俄羅斯 也不打算攻擊他 你想從我們這邊得到什麼 趕快離開我們的土地吧 澤倫斯基也指出說 普丁可以坐下來跟我一起談判 但不要坐離我30公尺外這麼遠的地方 因為我不會咬人 那普丁也不需要感到害怕 這句話就被說是趁機在暗奉普丁 因為他之前跟法國總統馬克宏會面的時候 坐在了他著名的大長桌上接待對方 美國今天宣布的另一波 對俄羅斯的擴大制裁啊 他們宣布要對19名俄羅斯的寡頭統治集團的成員 換句話說就是俄羅斯非常有錢 然後又靠近普丁的那一邊的富豪 還有他們的47名家屬實施經濟的制裁 其中呢包含克里姆寧宮的發言人 培斯科夫 還有俄國的超級富豪尤斯馬諾夫 他們這些人還會被凍結資產 美國今天宣布對俄羅斯的最新一波制裁 主要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的8名親信 跟他們的配偶子女還有旗下的企業 白宮表示這項制裁瞄準更多 俄羅斯的重要人士 還有他們的家庭成員 因為他們在普丁殘酷的入侵烏克蘭之後 仍然選擇繼續支持普丁 負責提供普丁入侵烏克蘭所需的資源 而這一波制裁名單包括了俄國超級富豪 尤斯馬諾夫 他是普丁的親密盟友 這項禁令將禁止他的財產在美國成為美國人使用 另外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也在這一波制裁名單當中 因為他是普丁宣傳的主要散播者 這波制裁名單包括19名俄羅斯寡頭集團成員 還有他的47名家屬以及親密夥伴 美國將對他們執行簽證限制 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白宮3日宣布擴大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除了美國總統拜登先前宣布的禁止俄羅斯航班進入美國領空外 還包括美國商務部將出口管制政策擴大到白俄羅斯 防止物品技術和軟體透過白俄羅斯轉移到俄羅斯 以削弱兩國維持軍事入侵的能力 美國國務院針對俄羅斯22個國防相關實體 以進一步限制普丁戰爭機器 為俄羅斯武器開發與生產帶來巨額成本 同時美國也對俄羅斯煉油業進行管制 透過石油與天然氣開採設備的出口管制 削弱俄羅斯的煉油能力 降低其軍隊的主要收入來源 雖然說各國對俄羅斯祭出了經濟制裁 可是普丁呢 他卻是加大力道來獎賞這些上戰場的士兵 因為他呢 3號的時候 他就舉行了一個安全委員會的會議 那他在這個會議上面 他就稱讚這些陣亡的俄羅斯的軍人 他說他們呢 是用自己的犧牲來造 阻止造成更多平民的傷亡 那甚至還說 如果說呢 你是殉職的士兵的家屬的話 可以獲得742萬的盧布 那如果你是受傷的士兵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獲得300萬的盧布 俄羅斯總統普丁三日召開會議 對著鏡頭侃侃而談 他說明這次烏鱷交戰至今進入第九天 一切的軍事行動乃是嚴格按照計劃進行 自己將永不放棄烏鱷兩國是同一民族的信念 並針對此次參與交戰的士兵給予巨額的撫恤 據了解殉職士兵的家屬可獲得742萬盧布 約新台幣189萬元 受傷的士兵每人則可拿到300萬盧布 其實這個戰爭開打最可憐的就是這些平民百姓了 因為不僅就是生活過得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危險 所以就有這個富豪是俄羅斯的富豪 他就是看不下去了 他就發了一篇文說要懸賞普丁的人頭 他寄出了100萬的美元 大概就是新台幣的2800萬 他說要懸賞普丁的向上人頭 並且呼籲軍官要將普丁當作戰犯逮捕 根據商業內幕報導 俄羅斯富商柯納尼辛 他說他懸賞普丁是為了讓俄羅斯去納粹化 他說我承諾會支付那些遵守憲法職責 根據俄羅斯法律和國際法 並且將普丁逮捕的官員 柯納尼辛說 普丁取消自由選舉 謀殺對手 違反了俄羅斯的憲法 他作為俄羅斯的民族以及俄羅斯的公民 他認為說促進俄羅斯去納粹化是他的道義責任 並且會繼續協助烏克蘭英勇的抵抗普丁 好其實現在網路上也有非常多的資訊跟影片都傳出來了 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是俄羅斯的戰俘 被烏克蘭人給抓住了這樣 是 那這些影片非常的多 可能有一些他們哭著找媽媽的 或者是被烏克蘭人送上熱茶的一些影片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討論 烏克蘭不時傳出有俄軍被扶 那網路上流傳的一段影片顯示說 這些俄軍跟家人聯繫的時候 其中一個士兵要求要跟母親說 要召集其他軍人的父母向俄國的軍方抗議 因為這樣子的話國家才會把我們帶走 那透過畫面你也可以看到有一名俄兵 他是哭著跟媽媽在講電話的 這個其實他也是說 有些人他覺得說自己被俄國的政府被騙來前線 那事前根本就不知道要開戰 結果就被當成了炮灰 有非常多的影片 那其中還有一個影片是這個 烏克蘭人包圍著一名士兵 他們沒有攻擊他 反而是地上熱茶還有糕餅 讓他打視訊回家 那這些影片傳出之後 也受到大家很熱烈的討論了 那時候烏克蘭的國防部 也針對這些哭著喊媽的影片表示說 歡迎俄羅斯的母親到基輔 來把孩子盯回家 我剛剛看到網友安琪拉 他說感覺今天俄軍的攻擊力道更強了 那剛剛珊珊跟大家說 這俄羅斯有一個富豪是出了高額的賞金 要懸賞那個普丁的向上人頭嘛 有很多人問說那個富豪應該會先被射殺吧 因為其實雖然說現在各國對普丁 制出了這個經濟制裁 可是呢好像普丁還是沒有很害怕 那現在呢其實不只是經濟制裁 還有更多跟體壇方面也是提出了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沒錯現在大家呢就是多方的想要制止普丁 再繼續這樣攻打下去 像是呢這個國際的帕拉林批克委員會 他之前其實是允許的 他允許說俄羅斯跟白俄羅斯的選手 他們可以出戰2022的北京帕玉 那這個消息傳出就遭到大家的罵聲啦 就覺得說為什麼可以 我們應該要就是多方的去抵制他 所以呢他們也重新討論了一次 在3號的時候就召開特別的會議 那決策是大轉彎的喔 他說呢根據他們的官網聲明 他們決定要禁止來自俄羅斯 還有白俄羅斯的運動員參賽 就等於說這兩個國家的運動員呢 是沒有辦法參加2022的北京帕玉 那除此之外呢還有這個最新的消息是說 有韓媒就爆料說有多達26國的體育部長 在4號凌晨的時候 他們就緊急召開了線上的會議 那他們討論說要將國際賽事上面 他們要全面的抵制俄羅斯 那其中呢就包含了南韓 美國以及日本 就是來自體壇 想要就是抵制俄羅斯的最新消息 那除了抵制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參加北京帕奧之外呢 現在這個歐族聯跟國際族總 他們也是聯合祭出的這個制裁 要來抵制俄羅斯 他們說讓俄羅斯的國家隊 是不可以參加所有的比賽的 那現在呢就讓還在進行資格賽 俄羅斯他們恐怕無緣參加 年底的卡達世界盃 那除此之外 現在正在歐霸盃進行比賽 而且是唯一晉級16強的俄羅斯球隊 斯巴達克莫斯科 他呢現在就覺得抗議啊 他就覺得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所以呢他們也表示會對此事提出上訴 這是我們今天收到關於這個體壇的抵制的消息